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被骗到隐秘小房间,一进去门避及锁上,他当下才发现周遭完全没女性工作人员,房间里有20名男性,每人一手雕印一手拿相机,他被要求传上,可看见四密处的暴露服饰,对方直接恐吓,若不服从拍摄,就得付巨额赔偿金,甚至还威胁要提告。 他担心付不出,最终只能乖乖听从指示,拍摄过程中,杨艺人被20名男性包围,不时有人假急交代姿势,趁机处摸起身体,他在害怕的情绪下,被迫拍下许多部哑照, 最后哭出走出小房间,身拍死组照片被心有看到,但因为太可怕了,所以我不敢大声尖叫跟顶撞, 因为我若不叫指示去做,就会被强奸,甚至会被杀掉,为了避免被强奸,我只好乖乖听话,不哑照今日在网络流传,杨艺院的男友得知后,鼓励他勇敢说出来,同时也表示真的很犯怒,一很伤心, 你是受害人,为何要逆藏,说不定还有其他受害人,不要觉得羞愧,事后传出,一名准备出道的新人李秀云,也是其中受害者,警方目前已驻守调查此案,自由电子报关心您,企业有害健康,民众奴狱同居关系暴力情形,可拨打113防护专线, 或向各地方政府家庭暴力防治中心求助,杨艺院左时常在YOTUBE分享与男友去世,写取字YOTUBE,杨艺院左时常在YOTUBE分享与男友去世,写取字YOTUBE,杨艺院气速视镜遭性骚,翻设字脸书,杨艺院,气速视镜遭性骚,翻设字脸书,杨艺院,气速视镜遭性骚,翻设, 翻设字脸书,杨艺院,气速视镜遭性骚,翻设字脸书 字幕志愿者 杨艺院,气速镜遭性